父亲为了还赌债,竟将自己的女儿卖给老爷当钱 走投无路之下,一欢只好选择当自淑女 在百年前的岭南地区,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女人 她们自行挽起头发,立志终身不嫁,相互扶持生活 一旦选择,便终身不得反抗 做了自淑女,家人便不能逼婚,男人也不能觊觎 可没想到那家老爷就是不肯放手 派家丁强行闯进来要抢走一欢 姐妹们站在前面层层挡住 但看到家丁中年迈的父亲,一欢还是走了出来 母亲走过来,恳求一欢妥协 一欢知道,今天她怕是难逃被逼婚的命运 她悲痛欲绝地拿起剪刀,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阵美妙的歌声突然传来 陌生女子将钱袋扔上了 一大堆银元淋淋散散地落在地上 一欢惊诧地回头,水面上的行船已经不见 家丁们拿着钱心满意足地走 而一欢也记住了这位救命恩人 她开始一边在骚私场工作 一边寻找恩人的痕迹 这天私场的陈老板带回来了一个歌姬 听说生得美艳动人 一欢的目光绕过梁柱 望向那个身着黄色长裙的女子 她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女人名叫玉环 是信花楼的头牌 陈老板被她迷得整日不回家 一欢听说大太太正在赶来找麻烦 连忙上前想要提醒 但话音未落 一群一桌华丽的女人就闯了进来 对着玉环破口大骂 但玉环却毫不畏惧 恼羞成怒的大太太扬手就是一巴掌 却被冲出来的一欢挡下 自书女们也跑过来保护一欢 见事情闹得有些大 太太们便着急忙慌地走了 玉环望着一欢脸上的巴掌印 有些心疼 但一欢却十分欢喜 不久后 玉环当了陈老板的巴一台 经常喊一欢来帮自己梳头 但这天她头发乱糟糟地坐在那里 原来别的太太不想让她陪陈老板探龙中 便买通了探头师傅 故意烫坏了她的头发 还好一欢心灵手巧 她将玉环烫坏的头发剪去 为她换了一个新潮的发型 反而趁得玉环风姿绰约 为了表示感谢 玉环将母亲留下的一对耳环送给她 我答应过自己 一张会送给第一个对耳环 她用纤细的手指为一欢戴上 胭制的香气缠绕在耳畔 一欢突然感到一阵悸动 羞涩地低下头去 而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突发气响给玉环捡了发型 却将她推入了另一个血涡 只是一个新潮的发型 女人便被丈夫从八个一态中选出 卖给了军官 她穿着贴身的旗袍 不知情地和生意伙伴跳舞 陪伴在侧的一欢露出羡慕的神色 玉环深知她的心思 于是跳完舞回到房间后 她牵起了一欢的手 两人踩着节拍翩翩起舞 开心地转着圈 但楼下却传来车子发动的声音 一欢连忙查看 却发现玉环的丈夫陈老板独自离开了 两人顿感事情不妙 刚想去赌门 却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陈老板为了生意 竟然不惜以玉环为交易 这一夜 她心如死灰 被赶出去的一欢则在府外苦苦守候 大雨滂沱也不曾离开 直到玉环失魂落魄地走出来 两人相拥而泣 回到陈府后 玉环被其他太太无情地吸露 还见到了陈老板的第九位一太 面对女人的挑衅 玉环毫不示弱地扯断了她颈尖的项链 而陈老板自知理亏 也不敢出声争辩 玉环就这样在一片风雨中离开了陈府 丢掉了八一太的身份 她躺在一欢狭小的房间 心中却分外心安 玉环小心翼翼地为她的伤口伤药 还俯下身为轻吹着伤口 心疼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背上 而玉环则笑着安慰她 离开前陈老板给了她足以安享半生的钱 身边又有一欢这样的红颜知己 她没有什么好伤心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姑婆屋的一个自书女要出嫁了 原来自书女们害怕死后成为孤魂耶骨 会花钱象征性的嫁人走不行事 这样不必服侍丈夫与公婆 死后也能埋在夫家的祖坟 不过为了防止男人变卦 他们出嫁前都会将身上捂得严严实实 一欢作为出嫁女的好姐妹 自然也跟在身侧 然而到了对方家才知道 买新娘的那人居然是自己的青梅竹马了 一欢顿时感到黯然神伤 她是被迫做自书女的 心中对爱情仍然抱有憧憬 而阿勒其实也对她念念不忘 一个人跑到水里降温 两人听到动静四目相对 来到茅草屋里挨着坐下 一欢被心上人的表白所打动 在波光灵灵的月光下 她不顾自书的铁路 冒着被处刑的生命危险 将自己交给了阿勒 此后一欢店常常暗地里与阿勒来往 可女儿家的心事怎能轻易藏住 心思细腻的玉环很快看穿了她的一场 直接问她那个男人是谁 一欢说自己是自愿的 求玉环为她保守秘密 因为自书女思通的事情一旦败有 双方都会被陈塘处死 但此时玉环的面容却无比落寞 她望着眼前洋溢着幸福微笑的一欢 竟然情不自禁迎上去亲吻 一欢一下子呆住 她突然什么都明白 一欢无法接受这样沉重的爱 她选择了离开 然而不走 一欢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惊喜参半地告诉阿勒 想让她带自己俩 可阿勒却犹豫着不肯同意 因为她刚刚承包了一个鱼桃 未来的新生活正向她招手 怯懦地她选择了放弃 女人半身浸在水里 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铁丝 狠心向下捅去 鲜血从水里涌出 剧痛让她昏了过去 一欢差点丢了半条命 被自书女们送到了玉环那里 看着她的惨状 玉环又气又急 她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将一欢送去了医院 但死里逃生的一欢醒来 心里还在挂念那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她请求玉环替她写信给阿勒 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 然而阿勒早就来信 希望与她断绝联络 不会的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 你不信我的 你可以找人帮你 骗你的不是我是你个男人 他不要你了 一欢依旧不肯相信 她绝望地用刀划向自己的手腕 却被玉环一把夺去 手上顿时鲜血直流 她耗尽家产赔上后半生买来的命 一欢却不肯珍惜 任谁能不生气吗 而看着身侧始终陪在身边的玉环 一欢终于清醒 她心疼地为她包扎好伤口 决心不再为男人而痛苦 两人就这样开始了彼此依靠的生活 他们一起去了广州 在一个码头边摆摊卖饺子 如果不是战争到发 两人或许会一辈子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 然而随着时局的愈发混乱 所有人都想要坐船逃往国外 但是一票难求 更何况他们这样摆摊的小贩 钱半生过得太广了 老天还是为他们送来了一个机会 这天一个男人来到他们的小摊吃饭 他正是许多年前的陈老板 认出玉环后陈老板很高兴 他刚好买了两张船票 正苦恼带哪个老婆离开 这下倒是不用选择了 望着手上千金难买的船票 玉环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在那个年代就是逃离苦海的救命稻草 但稻草只有一根 想要上岸的人却有两个 一欢看出了他的挣扎 他解下了胸前的玉佩 套在了玉环的脖子上 还有一定 可能要一步要里 一欢叮嘱他上船后不要回头 但玉环却将船票撕成了两半 他绝不会抛下一欢毒 然而看着两半的船票 玉环 他们决定伪装成完整票 两个人一起走 到了登船的那天 两人提着行李赶赴码头 但是想逃命的人太多了 听着头顶飞机可怕的轰铃 码头上的人乱成一端 玉环和一欢也在拥挤中走散了 他拿着半截票被士兵打了进去 然而一欢仍在后面寸步难行 船马上就要开动了 上了船的玉环在栏杆上张望 终于在人群里看到了熟悉的神秘 他激动的大叫起来 一欢也看到了玉环 他开心的笑了出来 因为他在船上 一欢哭着伸手与他告别 只要能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此时的玉环却坚韧地爬上船头 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水 没有了一欢 接下来的年岁又有什么意义 两人又在码头上相聚了 隔着一扇铁门紧紧相拥 然而此时轰炸开始了 码头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他们最终还是失散在了炮火里 五十年后 玉环以白发苍苍 他从未停止过寻找一欢 直到不久前 他终于听说了消息 那是一家上海的疗养院 有个老太太失忆后 一直说自己是一欢 她来到火车站早早地等待着 一个老人推着一个 行动不便的老夫人下来 玉环一眼认出那就是一欢 这场半个世纪的相见 终于姗姗来迟 活缩的泪眼里 他们又似乎回到了 从前的青铜岁月 这场半个世纪